小赵今年27岁 最近在一款叫找工作的软件上找工作 有个岗位是临时保安 供期20天 日薪200元 他留下了微信号 一位微信名叫曹操的人联系了他 小赵说 沟通过程中 他把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给了曹操 曹操让他去浙江文化大厦上班 这个地方在杭州体育场路上 我到了这个上班地址之后 人家这边说 我们这边没有招工啊 然后也说 你这个形象也不合适 我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个就是受到了这个 我受到这个 这个骗取个人信息 回来的路上 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 信息上面 就莫名其妙地 剁了很多那个 接待平台这个验证码信息 我就严重怀疑 这边已经是 身份证信息遭到泄露了 小赵说 自从10月22号 给曹操发了个人信息后 短信来个不停 看记录 有很多网贷平台发来的验证码 记者数了数 从23号早上7点33分开始 20分钟内收到了12条 小赵觉得 这事跟那位曹操脱不了干系 双方一直线上沟通 没见过面 喂 你好 我不好现在 你就说你想是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你这边的话 现在你觉得把别人放 把别人当猴耍 拿别人放割刀玩很有意思是吧 你这样 你先不要激动 我不激动 我凭什么不激动 我不激动 如果换东西你的话 你激不激动 你去了我给你说 他会给你安排工作 你又给我说 如果巡逻的话 你就不考虑了 对不对 我说打点的话 我说打点的话我不考虑的 巡逻的话我没说不考虑 那巡逻肯定要打点呀 你昨天的时候 我这边都有通话录音的 你自己说站一个小时 休息一个小时的 再搞成巡逻的话 给这句话谁干呢 招聘人曹操 没有透露真实姓名 让记者叫他曹队长就好 关于两人所说的打点 曹队长说 就是巡逻的时候 拿着卡片到固定点位刷一下 在他看来 跟普通巡逻并没有区别 早上已经有天水派出所 还有两组派出所的 两位警官都联系过我 我也给他们说过 他的个人信息 我没有向任何人转发过 如果我转发过 随便让公安系统可以随便查 我可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是保安队长 我这两天请假了 缺了一个岗位 需要一个临时的人员补上来 他去了之后呢 我的同事给他说 因为这个大厅形象 可能要好一点 我让他站大厅 站到这个南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巡逻港 巡逻港呢就是一共八个点位 拍五张照片 他要站岗是一个小时 巡逻呢也就是十几分钟就搞定 搞定了就休息 记者在大厦里问了问 一位保安主管表示 他们这儿确实有一位曹队长 当天没有上班 记者还有些疑惑 小赵身高约一米九 体重说是195斤 长得人高马大 显得十分结实 这个形象为什么说不合适呢 因为我们对这个人员的一个形象要求 还是有一点 我们这边体重不能太重 他给我发的照片的时候 是很瘦的一个人 但是到现场了之后呢 我那个同事呢告诉我 他说他有点胖 我就给同事说 我说那你就不要让他站这个大厅 让他站这个小门这里就可以了 那你们这边现在是还愿意招 这位来做保安吗 你要愿意做 你还可以继续来 或者是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我报酬你路费啊 或者之类的 我都可以做到 那坐地铁去呢 说报酬话十回八回 我用他报酬吗 小赵说他没有别的诉求 就是希望大伙平平理 他会继续找合适的工作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对于是 我这边 我这边 我喝了 你 我喝了 我蛮 我喝了 我喝了